我相信原本一個受害者 然後被渲染成加害者 每個人的性情的上的折磨 都是一定有的 口口聲聲說自己也是受害者 藍太太的女兒哽咽出面說明 這些天來面對各界矛頭指向媽媽 女兒不願多說 只強調房子買來就是這樣 蔡英坤說他們都沒有動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其實買就是這樣子 然後反正之後 我有資料呈現給大家 我想大家都不相信空口說白話 可能有資料大家比較清楚 維冠受災戶質疑 藍太太租屋給燦坤之前 打掉一到四樓的梁柱與隔間牆 還PO出照片指證立立 但維冠大樓倒塌至今 始終不見藍太太蹤影 現在東西都已經交給檢察署了 所以基於檢調不公開的原則 所以可能一些都是 假如他們那邊開記者會再澄清吧 藍太太除了是維冠大樓 燦坤的房東外 她還是這層25年老字號商旅的老闆娘 也是地方上的包租婆 但這間商旅卻沒有營業執照 同時藍太太也被爆料 還經營地下電臺保全公司 可謂多狡猾經營 好像有好多地方 買了好多地方 霸氣了 現在有比較改變了 為什麼 她自己說的 鄰居眼中的霸氣包租婆 形式風格一向強硬 臉書上子女也都PO上 一同出遊聚餐的照片 這次卻連日低調迴避 檢調下一步不排除 將約坦塌 厘清這場災難的真相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